画面中可以看到天色昏暗下起小雨 计程车车顶严重凹陷变形 前挡风玻璃整片破裂 整台车前后都有毁损 驾驶受困车内紧销道场赶紧协助脱困 现场车头严重毁损 前轮和车体分离 地上还散落零件 车内物品不难想见当时强大的撞击力道 事发20号深夜11点多 这辆计程车行经国道1号北上13公里处 新北细止路断石 疑似变换车道不慎 自撞内侧护栏 车辆滑行到外侧车道 让驾驶一度受困车内 昨天他当时意识清楚 松一号没有生命危险 而警方到场 确认他没有酒驾情形 详细事故原因 还有在进一步调查厘清 而现场四线道车辆就占用两个车道 拖掉车也赶紧将车辆排除 恢复通行